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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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用来还债 但是现在我只能这么处理 我认为啊 欧凯哥一定在别的地方还给你留了钱 真的没有 那要不你再找着 他万一找出来了呢 对啊 万一要找出来了呢 我要没猜错的话 蒋俊豪应该已经翻了个遍吧 就差绝对三尺了 真别说这花肉我还真挖过 确实没有 何止刨花园 楼上楼下都翻过了 有收获吗 唉 没收获 不是说好在黄金时间吗 林渡家居副总裁的采访在哪 说好了两分五十二秒呢 今天真的是情况特殊 你怎么能骗我呢 我也没有想到 我们没有骗你啊 你们答应要配合我们宣传的啊 对啊 我们答应对林渡家居购物节 进行新闻报道 但是报道的角度方式 还有新闻的时长位置 是我们说的算呢 白羊 还有事儿 林渡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呢 他也不是针对你 他是保护他自己的节目 那也不应该对我痛下杀手啊 我跟他十几年朋友 他的六姓不认 更何况是你 喂 欢姐 你说我怎么办啊 后面还有三条呢 他要再这么宣传下去了 我真没脸再见我的客户了 我觉得你可以求助邹主任 整个新闻中心 就只有邹主任可以劝百洋两局 而且邹主任这个人 顾全大局 这件事情他是可以平衡的 那客户那边呢 客户 就只能 道歉 除了道歉 没别的办法了 我自己送上门 让客户去骂了 喂 关于杨世平和新磊三号爆雷的 所有的新闻 都暂缓报道 白老师 新的串链单我写好了 还有替补跟上的新闻 杨教授那个新闻 下了一整组 只有这几条新闻 能不够时间 这为什么到十点之后 就没有记录了 谁值班啊 上午是何老师和春燕 可能那会儿没人打热线吧 为什么十点钟之后 没有记录啊 上班的时候脱港这么长时间 干嘛去了 我把他带出去的 你说的对 我接个热线都不及格 但你作为制片人 你更差劲 何幻 你从老孙那儿出来 你就满脸都不高兴 一直在批评别人 新闻被吓了 谁心里都不好受 稿子有问题 有很多种原因啊 你问过现场 发生什么情况吗 你有给记者什么帮助吗 你有体系过他们的辛苦吗 还是你自己有什么对策 你不什么也没有嘛 你就不停地在那儿发火 把大家当出气筒 你觉得这是一个团队 该有的氛围吗 我是就事论事 不是每个人都是你白羊 大家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都会出错 都会疏忽 甚至都会偷懒 但起码他们 要得到尊重和认可 如果你连这点都不懂的话 人家怎么替你卖命啊 你要觉得我接热线不合作呢 你可以随时把我开了 但今天这件事情 跟春月没关系 所有的责任 我来承担 喂 你是拍了一条明星 吴诺尔的新闻吗 马上把它剪出来 做今天晚上的头条 树南奉命 这条视频呢 是我手机里的私人视频 你无权使用 你知道今天晚上 没有一条能打的新闻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上船呢 因为你知道自己是 新闻进行时的一员 对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只要曾经是 就永远都是 你喜欢这条视频也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 就你刚才的态度 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我道歉 向大家道歉 我答应你 刚才因为我个人情绪不好 导致对大家的态度也都很差 在此 我跟大家说对不起 也正重地向何欢道歉 向被我粗暴对待的记者道歉 谢谢大家对我的宽容 其实我知道 我在工作上面 还是有问题的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在此 郑重跟大家承诺 以后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制片人 过来 我告诉你 下来 你一定会模仿你妈签名吧 签 这都不会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会了 我会 我会 那你呢 下次请假的时候 就以你妈的口吻 打印一份请假条 这借口呢 用头疼 心口疼 或者是肚子疼 随便你挑 最后呢 签上你妈签名 这样老师就不会追究了 对 那我下周就是我肚子疼 再下周就是我头疼 再下周就是我心口疼 嗯 但这些呢 还不够有创意 那怎么才能有创意 怎么有创意啊 你可以呢 说你爷爷过生日 你奶奶过生日 你太奶奶过生日 你太爷爷过生日 你家这么多心情 每个过一次生日 你能请多少次家呀 是不是 你简直是个天才 我只是过脸儿 那你能不能再教我几张 好 想学啊 嗯 想学的话 帮我把这些菜洗了 我去教你 谢谢师傅 叫大哥 知道吗 嗯 大哥 帮我说你